独特头部翘角 加上翠绿色带有斑点翅膀 除了外观吸睛外 它也有一个响亮名字 叫做龙眼鸡 它们的古名叫做书鸡 就是中国的古名 这一类的昆虫 它们跟蝉 就是我们会鸡鸡叫的那个蝉 是亲戚 但是它们身上又分泌一些蜡粉 看这白白就是蜡粉 所以它们叫做蜡蝉 它的主要食物是龙眼 所以我们叫龙眼鸡 龙眼鸡沉虫大约4到5公分 靠的是腹部长刺 吸取树枝为食 多数分布在华南地区 过往也曾在金门有记录 现在却传出在台湾本岛出没 它们的树量很多 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因为它们会不断地吸树的汁液 那可能就会造成树 那树就会比较虚弱 那再来就是它们的粪便 它们的粪便其实是水状的 那非常的营养 它们粪便这样子喷出来 这样如果覆盖在植物上面 那还会长很多真菌 那植物看起来就黑黑的 那我们这个叫做梅眼饼 它会影响到植物的光合作用 植物的呼吸等等的 记者实际来到巴黎一带勘查 发现在龙眼树下面的确立有警告标语 但是我们找遍了整棵树 都没有发现龙眼鸡的踪迹 那我们已经开始启动紧急防治 那希望民众如果发现这个虫的时候 立即跟我们通报 然后不要把这个虫 因为它很漂亮 不要因为这样子把它抓回去 或者是去散播到其他的区域去 专家表示龙眼鸡属于外来种 是次要害虫 呼吁民众有在野外看到 先通知防检局进行分布判断 尽量不要自己去抓 以免造成区域扩散 大家喜欢黄一杰李建宽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